外戶就這兩塊程式啦,如果字比較小一點點,就是這個 SUB清除,然後FOR回圈給他一下 3到40,然後後面的話其實固定的SELS ID的哪一欄 B到N欄,然後後面的話就是加 兩個雙引號 表示清除 那同樣的把這一段做好之後把它複製貼到下面,其實你不用重新再打,烤瓶其實就是清除 後面把公式貼上去而已 貼上去的之後呢,記得 有一個地方可能要特別小心,就是 在這個,這個地方本來是A3 A3,那要把它改成I,改I的方法剛剛有講到 那甚至你可以把那個口訣記一下,就是 它是兩個雙引號 先輸入,然後再兩個AND 有沒有,然後再放一個I在中間 這樣就可以了,那AND符號呢 在VBA裡面前後都要空白,所以你再把空白 再加一下 那就可以完成 拿這個取代這個就可以了 那意思是把I的這個變數 放到這個 3的位置 它就不會固定是第3列,而是會 在3到40列中間去跳動 那再來的話呢,接下來呢 我們 還有一個地方可能要在稍微變動 哪個地方變動呢 主要是要對應到就是說 未來 因為這個工作 這個也是有檔案的 它基本上 不是只有領主 不是只有住專,還有領主 辦事員,一直到助理員 那假如說呢,我希望 每一個 都可以自動像這樣完成的話 那如果說我這邊 住專做完了,那領主怎麼辦 其實不是還要再做一個嗎 再做一個嗎 那可是問題啦,如果 每一個都要做一個 那不是很 有點感覺好像多 有點是 多做了好幾個動作 所以如果我今天希望 不要每個都做 而是只要做一個 也就是說後面這些 其實這邊按鈕都不要 我如果假設 我是希望說 我們可以 只要做一個 烤瓶 然後呢,它可以自動幫我切到這邊來 並且完成同樣的事情 再切下一個 再切下一個 然後切完下一個之後,再回到第一個 這樣子 那這個地方 該怎麼做 也就是說啦 如果掛多工作表 不是只有一個工作表 當然呢,我們要做 多工作表之前 那當然第一個要先 完成單工作表 就像這樣子 OK 那我把剛剛的重點 我再把它 回顧一下 第一個當然記得 開發人員 所以 之後 如果考試的時候 我們也許就是會給你一個 空白的檔案 那你一定要先把開發人員叫出來 然後把公式完成 並且呢 VBA部分 就把這些程式 輸入上去了 輸入上去其實 就有個固定的步驟 第一個當然就是說 你一定要先有個模組 OK,你要先確定 所以 剛剛你在打程式 如果沒有模組 請你要先按右鍵 插入一個模組 然後再先加清除 然後回圈 加上去 再把每一欄的東西 後面加上 這個 空字串 然後呢 把這個 做完之後 複製貼過來 然後加上這個公式 大概就 基本上就完工了 那不過呢 假如說同樣的事情 如果你要把他換到另外的工作表 比如說零組的話 那你會發現 這邊在執行他的話 其實結果會不會OK呢 看起來好像OK 有沒有 123456 都OK了 但是有一個地方不OK 哪裡不OK呢 你往下捲動 你就可以看到 因為呢 每一個 工作表 你會發現 再亂一次 這個的話 事實嘛 執行一下 那你會發現呢 如果你往下亂 他是不是舊的資料 我剛剛沒刪掉 這個地方 也就是說 他會有個問題 就是你清除的時候 他只會清除到哪裡 清除到第40列 因為呢 我們回圈有沒有 只有讓他跑到第40列 那底下怎麼辦 底下就不清除 所以假如說 我如果手動清除的話 我在RUN這段程式 你會發現 他也會只跑到第40列 而已啦 所以當然相對的 這個就是一個問題 為什麼 因為如果單一個工作表 沒有問題 不過 單工作表還是另外一個問題 如果 將來這個資料 會增加的話 那當然也不OK 所以喔 如果你考慮到資料 會有增加或減少 或者是說呢 你會換另外一個工作表的話 那你可能要記得 這個40的這個數字 那你就必須把它變更一下 變更成什麼 自動幫我 做那個什麼 那這裡的話呢 就是 把這個40 改成 自動追蹤的 OK 那怎麼樣讓它自動追蹤 這個好像 我不知道之前有沒有跟各位講過 如果你要追蹤 這個最下面的一個列的話 有個寫法 就是 第一個 游標先放在 某個儲存格 比如說放A1 A1看看 這個A1看看 Ctrl向下一下 不過Ctrl向下你會發現 它會停在A3 那顯然 如果你放在A1 Ctrl向下 那這個位置 它不適合追蹤 所以你換一個地方 放哪裡 放A3好了 如果你放A3 Ctrl向下 你會發現 你按下Ctrl鍵 在向下的時候 它會幫你追蹤到 最下面的列 有沒有 就40 那如果你要把這個40的數字 帶回來的話 在程式裡面 你可以寫成這樣子 游標放在A3 那就是Range 游標 放在Range Range指的是哪一個儲存格 就A3這個儲存格 然後做什麼呢 Ctrl向下的話 在 這個VBA裡面 就是 AND END 向下的話 就刮弧 前刮弧之後 它會問你方向 你要 哪個方向 那我要向下 AND END 這個END加 XLDOWN 有點像Ctrl向下 好 那你Ctrl向下之後呢 你要得到什麼 我要得到它現在 在第幾列 的資訊 所以你就 後面再加個點Raw Raw的話就是列 那你會發現喔 它這邊會顯示出 一隻手 拿的資料 意思是把這邊的資料 幫你帶回來的意思 所以 如果這樣的敘述 就是 Ctrl向下之後 停在這個40 列的地方 把40的數字 幫你帶回來 那這樣子 這邊就得到40 那不就是什麼 For i 等於3到40 一樣的道理 所以如果今天 假如我們換個位置 什麼位置 0組好了 如果Ctrl向下 它這邊應該是101 那如果你換一個 0組的話 那也是OK的喔 它會是用追蹤 所以 待會請各位改幾個地方 第一個 把40 改成向下追蹤 然後CtrlC一下 把烤坪這邊的40也改成 向下追蹤 也是一樣啦 讓它追蹤 另外的話 還有一個地方可能要改 哪個地方 在這邊 RANK 排名 排名的話呢 這邊有M3到M40 如果你用40的話呢 那也會出錯 為什麼 因為如果 假如說我用住專執行 假設這個地方我用 執行的話 這邊是OK 因為它剛好到40 也就是說呢 它要比較的範圍 就是 M3到M40 沒問題 可是呢 0組的話呢 它的成績是從哪裡呢 從M3 到哪裡 到Ctrl向下 到101 所以呢 它要比較成績的範圍 就不能永遠是40 所以這個數字 恐怕呢 也要變成追蹤的 所以要變成追蹤的話呢 我們可以把它寫成這樣子 乾脆你可以在 這個上面 多一行 然後呢 可以多一個變數 R R等於什麼呢 把剛剛追蹤的這個 追蹤到的資料 比如說是40好了 你把它放在上面 然後呢 把這邊改成R 那一樣嘛 它40先存在R裡面 在3到40 然後這邊的話呢 也可以把40這個數字 改成什麼 改成R就可以 那改的方法跟剛剛改I的方法 基本上一樣喔 改的方法算號兩個 先選40 算號兩個移到中間 and兩個再移到中間 只是說這邊不能 改I是改R 把這個R放到這裡 一樣 and的符號呢 前後加上空白 也就是說呢 將來這個數字的話呢 那也要跟著變動 否則會出現問題 好那這樣我們就改完了 所以總共有改了 一個地方 向下追蹤 兩個地方 因為 需要用兩次 所以就把它放在R 所以這邊是R 那這邊也是R 把這個40的地方 改成 and的R OK 好那我們來試試看喔 剛剛0主播OK的清除 看一下清除 你會發現它清除 清除到101 底下有沒有清空 沒問題了 它剛剛只會清到40 那現在的話因為追蹤到101 所以到101 那資料輸出的話呢 執行一下 你會發現這邊也OK了 101也沒問題 而且排名的話 假如說你剛剛是40的話 這邊會出錯 底下這邊會 但現在因為追蹤的關係 所以不會出錯 像原來是這樣 原來這邊是40 假如說呢 我這邊 換成是 40 輸出的話 你會發現 它會有個問題 它變成這樣子 因為它的 比較 排名的範圍 你一直停在40 所以這個地方就出錯了 所以怎麼辦呢 很簡單 把這邊改一下 40選起來 刷印號兩個 移到中間 and兩個 再移到中間 加個r就可以了 然後把 and符號呢 前後空白 好 這樣子就完工了 那我剛剛做的這個動作 雲端白板上面也有 基本上我是把它 寫在這裡 應該雲端上面待會 各位找一下 那我看一下 第3頁的地方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